今天我們會聊聊政治漫畫的發展歷史 和分析歷史上極昌知名的政治漫畫 漫畫的功能除了娛樂性外 也有遺俗性 像是鄭文去年的鄭文故宮大展 吸引了幾十萬人次看展 但其實你知道嗎? 漫畫還是一種民主自由的工具 更是反抗權威的媒介 像是政治漫畫就能用輕鬆誇張和威脅幽默的方式 傳達出作者的意見 來諷刺當權者 喚醒大家對社會議題的關注 例如當權者腐敗或其他社會問題 現在臉書很流行什麼XX圖文懶人包啊 其實也是政治漫畫的一環 政治漫畫最早誕生於18世紀晚期的英國 畢竟人家是老牌民主國家嘛 畫幾張漫畫諷刺實證不過分吧 想想那時候中國是乾隆時代 有文之欲的 你寫師有個胡兒 朝廷都當你說他是胡兒 諷刺他沒文化 直接滿門操展 更不要說什麼政治漫畫了 咦?現在中國還是乾隆朝嗎? 而18世紀晚期 英國誕生了幾位傑出的政治漫畫家 像政治漫畫之父 詹姆斯·吉爾雷 歐洲連環漫畫先驅 威廉·赫加斯 希望廢除英國王寺的吉爾雷 就時常以漫畫諷刺英國國王喬治三世 尤其他對喬治三世的吝嗇非常有意見 像這幅諷刺漫畫 途中喬治三世瞇著眼睛看著克倫威爾的肖像畫 克倫威爾是清教徒革命的領導者 推翻了王權 國王雖然穿著華麗 但蠟燭的長度卻短得不得了 諷刺喬治三世非常吝嗇 但卻也帶出另一種意思 1792年法國大革命席捲歐洲 就像蠟燭快燒完一樣 他很快就會發現 自己將面對克倫威爾這種革命者的挑戰 而這一幅可能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政治漫畫之一 諷刺英法兩國為了更大的利益 饑渴得瓜分了世界 途中的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 他被畫得古獸如柴 而法國皇帝拿破人就是一個矮字 還有暴躁的表情 兩人泰然的瓜分世界 卻不知道對方同樣貪婪 暗示他們很快就會有利益衝突 英國人手裡拿著類似海神的三叉戟 代表英國海軍的兇猛 叉戶的地方上面標記著海洋與西印度群道 也就是英國新的殖民地 右邊的拿破人身材非常哀笑 羽毛裝飾讓他看起來就像法國的精神象徵攻擊 他拿著一把軍刀 表示陸上力量的強大 他正切掉一塊標記為歐洲的土地 不過這塊土地比英國人的海洋小得多 提特椅子後面的獅子代表英國 而獅子背著聖喬治十字架 拿破人後面的椅子 則是法國帝國之音 抓著象徵自由的 弗里吉亞無邊變帽 這種帽只是法國人在大革命時的必備神裝 這幅畫也很準確的預測往後的情勢 英國在特拉法加海戰大敗法國海軍 統治了海洋 但拿破人也先後在烏爾姆戰役中擊敗神聖羅馬帝國 又在三皇會戰中大勝神聖羅馬帝國與俄羅斯聯軍 稱霸歐陸 當時的政治諷刺漫畫 可以說是觀察入圍 任何一個小細節都代表深刻的意義 太笨可能還看不懂 政治漫畫隨著一些諷刺雜誌的盛行 加上工業化的印刷技術的普及 讓自由言論深入到人心 起到十分突出的作用 到了1850年代 許多國家的報紙都開始刊登了政治漫畫 對當時的政治情勢有很深刻的記錄 這時代最著名的就是美國漫畫家之父 托馬斯·納斯特 這是一幅諷刺即使美國南北戰爭已經結束 林肯政府解放了黑奴 但美國民主黨對於黑人仍有很深的歧視 最左邊的是代表紐約民主黨的愛爾蘭人 中間是3K黨的創始人 南方老兵 種族歧視者 弗雷斯特 最後便是代表華爾街資本家的 范德·比爾特 當時美國最有錢的人之一 他曾說解放黑奴是野蠻的 他們三人交底踩著一名黑人士兵 這一幅漫畫中 警察阻止了印第安人接近投票所 這是諷刺美國當時的種族歧視 在一些州就算是規劃的外國人都有投票權 但土生土長的每州原住民卻不能投票 所以可以看出 政治漫畫雖然輕鬆 甚至讓人會心一笑 但其背後所要傳達的理念 可能是很嚴肅的 漫畫具有很強的政治溝通力 用幽默的手法可以減少讀者對政治的憤怒 進而達到傳達理念的目的 而政治漫畫也可以充當歷史紀錄者的角色 例如我們找到幾幅甲午戰爭的漫畫 第一幅是戰前 小日本武士 竟敢挑戰手拿官刀的巨人中國 而一旁的歐美各國則是持瓜看戲 這張圖表示的戰前大家 都是壓寶中國會贏 第二幅則是戰情不明朗時 兩條東方的龍正拿著火槍火拼 而西方頭戴象徵和平的橄欖枝 優雅的看熱鬧 這時西方已經一段時間沒有打仗了 不過你只要惹到我 我身後機關槍大砲等先進武器 絕對讓你走得很安詳 第三幅則是加有戰爭後期 中國巨人倒下 小日本竟然打贏了大中國 讓西方各國跌破眼鏡 第四幅 傲慢的中國大漢被日本矮子胖揍一番 卻不敢還手 只能坐在地上大喊救命啊 而旁邊的歐美水手卻無動於衷 大概是諷刺清政府打敗仗後 急著想要找洋人出面調停 例如李鴻章找了俄羅斯德國與法國 友善勸告 要日本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雖然假如戰爭戰勝了中國 日本成功證明了自己已經脫亞入歐 日本也想跟歐美列強一起玩瓜分中國的遊戲 但歐美人對於這位新朋友還是充滿的不屑 途中日本穿得不倫不類 卻神氣底給老牌西方帝國的軍官們上孫子兵法 那些軍官們雖然心不甘情不願 卻還是得禮貌做的聽講 畢竟日本打敗了中國 換來西方各國的一些尊重 一個日本矮子 走進了有珍寶的中國商店 一把揪住的想開溜了滿清高官 要他交出手上代表權力的鑰匙 這幅漫畫則是說 正在打牌老牌帝國 忽然間闖進了一個角川木機 身上卻穿著西服的小日本 口中說道 我能一起玩嗎? 而列強眼中 則是充滿了不屑與驚訝 上面可以看出 漫畫家透過幽默諷刺誇張的手法 相識的記錄了整個歷史事件的進程 也描繪出當時的國際情勢 而專制的清朝 當然不可能給你這樣批評朝廷 不過還是有為朝廷服務的政治漫畫 像是日本接收台灣時 劉用福等官員成立台灣民主國抵抗 還畫了假新聞 例如抓住了日後台灣總督 華山之際 這還不夠扯 最扯的是劉用福不但趕跑的日軍 還打到了日本本土 海軍聯合艦隊的大本營 長期去了 原來甲午戰爭會打出是找錯的人 花了20年重金打造的北洋艦隊 還不如一個劉用福 那實際上的劉用福呢 還沒開戰就落跑啦 那台灣有沒有類似的政治漫畫呢? 答案是有的 從日本時代開始 國島水馬就以漫畫形式來介紹台灣的歷史 不過這哥們是以殖民者的角度作畫 也就是我們說的資方打手 後來還有台灣兩金刊集 徐秉丁 一邊擔任警察一邊畫警察漫畫 內容除了一般警察日常 還會諷刺調侃警戒的不公 與總督府的施政 之後還有陳炳皇的紀隆森漫畫集 對台灣總督府有更直接的嘲諷 二戰結束後雖然國民政府接收台灣 但國民黨還是把建立放在中國打國公內戰 對台灣的言論管制還沒有很嚴格 因此還是有類似星星這種大量諷刺漫畫的雜誌發行 像這張圖諷刺國民黨高官 整天花天酒地 而台灣人卻過得很痛苦 多少也反映了日後228事件發生的原因 當然這種諷刺漫畫在蔣介石來後 是不可能看到了 而信心雜誌也存在一年多就倒閉了 接著中華民國政府來台 台灣漫畫也曾經蓬勃發展過 但1966年政府頒布了 編譯連環圖輸輔導辦法 簡單說就是 當政者覺得不好的題材 你就不能畫 例如畫了一隻會說話的狗 政府就會說 你神經病啊 狗怎麼會說話 這種矯枉過著類似粉書坑爐的恐怖手段 徹底的毀滅了台灣的漫畫 但政治漫畫卻能留下 並得到充分發展 不對啊 國民黨的政府怎麼會讓你畫漫畫批評他 批評朝廷可是要殺頭的呢 當然這裡的政治漫畫 都是政治正確的政治漫畫 內容當然是以反共抗惡 或是宣揚愛國星為主 裡面大多是抹黑中共 把中國大陸描繪得很落後 中國同胞在共產黨暴政下的生活如煉獄 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 像是用人耕種等等 而對於蔣總統 就是 聖鬥是心死般的正義角色 那批評政府會怎麼樣呢? 邪國抑鬱的大作家薄揚 因為翻譯了美國大力水手的漫畫 內容算了世界為人 自由燈塔的講攻 結果以唯一死刑的叛亂罪起訴 最後清判12年 可以了解一下 直到1980年 政府對於言論自由逐漸放寬 在解言、解除暴禁 與追求自由風氣的影響下 台灣逐漸有了比較正常的政治漫畫 也就是前面說的 針對當權者與社會議題的諷刺漫畫 這時你才了解到 我們台灣的自由與法治民主 落後西方國家200年 而隔壁的那個鄰居 現在仍持續落後中 一直到今天 任何人無關藍綠紅白 不管你的政治立場為何 你都可以自由地創作各種諷刺漫畫 而對象可以是你覺得很無能的政府 或是老愛扯後腿的在野黨 其他各種議題 像是太陽花學運期間 各種符貌染人包 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傳達理念 或是寶玉石虎問題等等 這些都是政治漫畫的一環 以漫畫作為闡述理念的工具 現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在台南的那間不是台北的 有民主學校 政治漫畫在台灣特展 展出了各時期 在台灣的各種政治漫畫 從日本時期 戒嚴到現在民主開放的社會 用另一種幽默風趣的角度 來看台灣是如何走向自由 震設法治社會 和完善民主進程 這對各位公民朋友也是不錯的體驗 而你還想了解更多政治漫畫的細節 可以參考影片下方提供的資料 那麼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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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